欢迎收听干爹发狗粮时间 Sky你现在一天工作都几个小时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就一直看那些有的没的 不一定是投资研究 那有可能是新闻 有可能是报道杂志 所以除了有一些既定的行程 可能吃饭睡觉运动 然后就被小孩混混 偶尔打打电动 那其实我就是看很多有的没的 所以我工作的时数是不一定 就真的蛮难去切割对不对 我觉得很难 因为其实就是譬如说 你等一下等小孩下课 那坐在门口 就去看一下新闻 就类似这样子 像我有时候也是 可能在公司待一待就 11点12点或者是 我曾经有过一整个月 每天进公司 就假日也是 6日也是 中午也是这样子 好小郑在那边 对你表示感谢 那今天的干爹是台数生意 那为了让我们这些 优良的社畜 有这个强劲的体魄 向大家推荐他们研发的 伊之方缓式B群双成定 补充说明一下 长庚医院是台数创办人 王永庆先生所设立的 所以这款 伊之方缓式B群双成定 除了是台数生意研发中心 研发的产品之外 也整合了长庚医院 长庚大学 长庚科大等产医学界 跨业合作 共同开发的产品 所以从配方设计 原料生产制造等各环节 都由长庚团队把关 也通过多项国际检验标准 那这边也可以科普一下 什么是B群 其实B群它不是一种维生素 它是各种维生素的一个统称 包含了像B1 B2 B3 B5 B6 B7 B9 B12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B1 B3 就是这个烟碱酸这样子 那这些营养素 其实它是分散在 各个不同的食物里面 但对于可能一些上班族 或者是主要是吃外食 或吃很多加工食品 像我就是非常大量摄取麦当劳 那其实它就很难去补足 各种所需要的维生素 如果像我们天天处在高压的环境 或是运动量非常大的朋友 更容易加速B群的 这些维生素的流失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没研究 因为像B群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这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你如果去 比方说你去喝咖啡 或者是去喝一些茶 比较利尿 那你一直在尿尿 你其实就是把身体水分排掉 其实就会去带走维生素 那运动其实有点像这样子 如果你运动流汗 或者是运动会喝很多水 其实就会加速一些维生素的 就B群的流失 那高压则是因为 我们在压力大的时候 我们会去产生腺上腺素 那生产腺上腺素 其实它也会销量大量的B群 所以像刚刚我们在讲说 不管是可能一般工作压力很大 或者是可能运动量比较大 流很多汗的人 B群都会比较容易缺乏 那其实当缺少这些维生素的时候 就会使身体的吸收 代谢都会有问题 那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我们会说 你如果疲劳 或者没有精神 或睡不饱 这种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去摄取B群 刚刚有提到B群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所以它的特性是代谢很快 吃过B群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 吃完B群以后 还是会觉得累 但吃完没过多久 你排泄的会蛮黄的啦 这个东西就是你选择的产品的不同 用料黄这个东西 其实一定都会发生的啦 因为B群是水溶性的嘛 我们吃下去就生起吸收一部分 但没有吸收的部分 就会随着尿液排出 那B兔它如果融在水里面 它就是那个荧光黄色 那有时候你可能吃完以后 这一两个小时觉得还行 可是过一阵子又觉得累 这个主要也是因为它代谢很快 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全部代谢完了 那这种时候就要去选产品就变很重要 像苔树生意这款B群 它是双层定的设计 它浅色的上半层是速溶层 那主要就是像乳氢蛋白啊 五味酯啊 牛黄酸等19种复合的氨基酸 那采用的是速溶技术 就是让你快速能够增强体力 提振精神 下层他们则是使用缓释技术 让这个高单位的B群 可以慢慢的释放 在身体里面可以长达10个小时 就比较不会一两个小时全部代谢完 让我们可以持续补充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像你现在也吃了一段时间了嘛 现在有什么感想吗 当然这一罐有60颗啦 就每天都吃一颗 那大概两个月嘛 那我目前大概吃了快一个月啦 那我会觉得精神就是还不错 那另外吃之前其他的市售产品啊 对因为很大颗 所以就吃这种很大颗 就是吃起来就会有一种不爽的感觉 对但是一脂肪没有那么大颗啦 那也没有那种化学问 所以目前吃起来是觉得还行啦 还不错 我自己也有在摄取B群 因为我觉得像我主要全部都是外食 然后我有点挑食这样子 所以要靠身体去补足 所需要的维生素B就有点困难这样 但是我像听众朋友 如果也是饮食不均衡啊 外食啊或者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其实也都可以去考虑摄取B群 不过保健食品的功效 真的因人而异啦 所以大家要多多比较 适合自己的保健产品 最后就是干爹给狗狗粉丝的优惠活动 即日起到12月31号 到下方资讯栏去点击这个专属的优惠连结 就可以享有单品八折免运的超级优惠 原价一贯488 狗狗粉丝优惠价格只要390 详细的资讯请参考资讯栏的说明 最后感谢干爹让我们变成精力狗 耶谢谢干爹 欢迎收听财宝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宝狗投资总监Sky 哈喽大家好 上周啊我们其实聊了蛮多 这个Google法说会以后 造成的一些影响嘛 什么AI概念国啊什么的 但其实有更惨的 就是这个碳化系安森美 直接跌两成啊 这个创下了20203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主要就是来聊一下 电动车的这个关键的材料 碳化系 那这块市场目前它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自己看这次的安森美 它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讯息吗 我觉得它比较重要的讯息就是 它告诉你电动车好烂啊 其实很像不止电动车烂吧 它觉得说这种高利率其实真的算是 我们之前也有聊到嘛 那个殖利率的问题 而且它说这种高利率 其实整个汽车的需求都还蛮弱的 就是因为高利率 所以导致汽车需求很烂 所以让它好烂 没错啊 我只是想比较多部而已 但是重点就是 电动车好烂啊 然后目前欧洲的一起客户 他们也都还在趋库存当中 对所以简单的说啦 它压力客户的压力三大 然后就导致它的压力更大咯 所以它其实上一季的获利 应该是bit 它是展望miss 就是大家觉得它展望不好 展望略于他们的预期 但没想到市场反应非常大 就直接给你跌了两成啦 但跟最近市场不好也有关系啦 对就很惊悚嘛 然后盘中还有新的消息加入 然后它就跌更多了 可能对 可是相对来说 另外一家异发半导体STM Micros 其实他们就还行耶 他们跌的比较没有那么多啊 那它一样是一个 就是这种晶片制造商 客户就是Tesla 然后苹果 它反而这一季 它是说它的汽车的业务成长 超乎预期 而且它认为啊 今年大概整体啊 它会成长28% 汽车产业的这个需求啊 它反而去抵消了一些中美贸易啊 还有一些个人电子产品需求疲软的影响 所以在这边对他来说 汽车反而是比较好的 那当然啊 就是汽车制造商在讲说 对于这个电动车需求放缓 这个也算是一个警讯 所以其实在他们的法术会里面 也是有人在问这个东西 对 所以大家很关心啦 我只能这样说 那当然这两家的这个 专注的点不一样啦 我们这样说好了 就是我说专注的点是说 他们客户不一样啦 唯一一样的东西就是 对 大家都在碳化系 有蛮多的这个 就是大家看好他们 然后大家觉得他们未来成长的戏机啦 你这几个有在看说 这两间公司 为什么对于车子 这边在这一季的表现 差这么多吗 我觉得有个东西很难看懂 不能说很难看懂啦 就是它不容易判断 那它不容易判断的原因是这样啊 就是电动车到底 为什么需求很弱 除了一个是 就是所谓利率拉高嘛 这个特斯拉一直跟你讲 我跟你讲利率很高 对 我跟你讲车子会卖不出去 我跟你讲 我做一台会赔一台 Sybertruck 对不对 对 但我觉得有个终端的数据蛮有趣的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美国人 现在觉得电动车好贵耶 它比一般的燃油车 跟所谓的Hybrid的车子 贵很多 对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 那应该是JD Power吧 对啊 他们有就是这种调查 那反正重点是说 就是大家对EV的价格 好像是觉得 哦 你好像太贵咯 大家对它的那个溢价消失了 过去EV是可以卖比较贵的 但现在觉得说 没有你就是一般车 我就是拿来跟你 没有 他现在就觉得你就是车啦 对 你就是卖了插电 但是你就是车 对 你不是飞机 所以你不可以卖比较贵 不可以 就是出现这样的概念 对 所以大家有看到一些新闻嘛 他就想说 电动车的库存很多 对 那这个就有趣 那电动车库存很多 可是电动车的销量 优創新高 对不对 那就表示 这个市场 什么意思 某部分来说 我们如果也现在 这个阶段面来看 还是就供给大于需求 对 供给还是大于需求 但是有可能就是 它卖太贵了啦 那我们可以看 那个Ford讲的 他就说 我跟你讲 EV就是受到一个 价格的pressure 对不对 很有压力 对啊 那过去是有premium的 你现在变得没有 那利率都拉起来了 那当然自然 你的购买力下降了嘛 对啊 那我们也可以 从另外一个东西来验证啦 就是特斯拉做的 他说他要降成本 对 他的确有的降成本 那也就用一点 供应商施压嘛 他还把全碳化系的 这个MOSFET 或是MOSFET 所以看你要怎么讲 这样的东西 改成IGBT加MOS 加SICON CB的这个综合的这种 细机加那个 什么碳化系的 这个综合的元件嘛 对 所以他们的确是在开启的一个 就是哦 他们已经发现了 看起来那个premium 好像没了 现在买的人可能 就已经不是那个早期采用的那些人了 现在来讲说 你要进入大众市场 那可能就是这个CP值 看起来会是一个 可能大家要看的东西啦 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 大家之前都在看电动车是好的市场嘛 大家觉得是好卖的东西 像可以卖比较贵 所以自然会有很多厂商冲进来 那这些人冲进来以后 哇糟糕 遇到这个状况 所以就造成了有很多车款 它的库存偏高嘛 包含了苦主 就是那个Ford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互相在讲 什么价格的问题 因为特斯拉其实在讲说 如果我们卖的跟福特一样便宜 大家会买我们 大家不会去买福特 对 对 就是他们也这样讲 那福特又说 不是啊 因为现在看起来 大家就会拿电动车去跟燃油车 或者是我们讲的那种 油电混合车做比较 所以我觉得整个电动车 他们 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吧 我们消费者对于电动车的 蜜月期已经结束了 我们以前会觉得说 电动车就是比较高端 它就是值比较多钱 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 你就是车子 车子就是车子 你燃油车 你油电混合车 你电动车 对我来说都一样 那到底哪个便宜 对 当然哪个便宜 对你来说最好用啦 对 CP值最高嘛 对 没错 对 因为它就没有比较酷啊 这是以消费者的心态 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 现在看起来 美国的这个 我们就从这些调查的报告来看的话 看起来是可以这样解读啦 对错 所以让这个 其实Ford他们就是 本来宣告每年100亿的投资嘛 对 现在就说 我再想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可以侧面 从Painasonic那边验证 Painasonic就是主要在做 电动车电池的一个 很大的供应商嘛 那它的电池业务 它也是在三个季度中 首度亏损 那主要原因就是 特斯拉的Model S Model X 他们的车型需求下降 所以他也直接说 我在日本的汽车电池产量 要直接减60% 那就是要去降低它的供给 来确定它的供需是稳定的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从车厂这些讲法 或者是我们去看 这个电池大厂的讲法 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目前 电动车 它都还是在成长 没问题哦 可是我们讲的是预期 以及这个 当前的供需状况嘛 对 我需求成长10%也是成长 但问题是我供给成长30% 那我就只供过于求了 是 而且你这个供给成长30%是 价格比较贵的 对对对 这边那个10%跟30% 它就是一个比较啦 但我觉得这个是小事情 为什么 因为它自然还卖得动 因为它销售还是在往上走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你只要降价 有机会 有机会 可是问题是怎么降价吧 问题是你降价 手会不会断 那我就不知道啦 对啊 像通用汽车 他们也是有决定嘛 他们就是电动卡车的扩张 会稍微推迟 因为也是发现说 需求有点放缓 然后我们如果现在这样做 成本还很高 我们先暂停一下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 怎么降低成本 对对对对 我们找理 要不然 我们找个机会 对 他说的是这样 他说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提高 我们的工程效率嘛 对 等我们想到提高工程效率的方法 我们再来 开始扩大产线 中文就是我们想到一个 现在价格我卖得动 对 我卖得会赚钱 OK 或者是到我从哪边 cost down一下 对对对 如果没办法就sorry咯 大家买不到电动卡车之类 对对对对 但我个人看法啦 我是觉得说 看起来就是压力比较大 那客定车款的压力特别大 因为我们这边有的数据嘛 看起来这个 不特有某些车款 压力看起来不小啊 对啊 我们之前其实就有聊过说 他们有一些厂 他们现在就是停止轮班嘛 或者是就是直接 就停止那些产线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看起来说 这边的销量 很像不太乐观这样子 对对对 但我们这边讲 这边的车的销量都是EV啦 对对对 看起来大家 整体车的需求还是不错 所以这是一个板块的挪衣啦 没错 对所以被杀的是那些暗啊 那些人 就是蛮合理的 因为他们其实 大家一直都是给他们很好的 不论是valuation 还是它的gorse 其实就是因为来自 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嘛 没错 现在已经不新了啦 对 那它就是一个 很好的生产戏机嘛 对大家就是来看这个 所以就突然发现 哦 原来电动车不是无敌的 还是会受到利率影响 哦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大家受不了了 反正miss嘛 就在这个市场比较脆弱的时候 就给予比较大的惩罚啦 就是miss掉你未来的 成长的gide的话 那你可能会遭受到 本一笔的修正啦 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大家如果到财报国网站 可以去看这个 一发半导体 他们的 最新营气的发售的组织稿 其实里面 你知道分析师 会非常着重在汽车 他们就说 像我们去看欧洲的车厂 他们其实已经说表现不好了 所以说像本田 日本车厂 他们也都说 表现难道不太好 所以旧分析师直接问 就说 为什么你对于汽车那么乐观 然后跟其他车厂都不一样 就是到底这个差别在哪里 那一发半导体 他们是说 其实他们还是可以理解 车厂为什么这样讲 可是他目前看起来 就是他们的订单 就单纯从他们的订单那边 他觉得在汽车这边 只有成长还是非常的高 包括人说到2024年 他也都还是觉得说 接下来的成长 其实也都还是会不错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蛮有趣的啦 大家可以再去比较一下 那到底是产品组合差别呢 还是可能一发半导体这边 他所先拿到的订单 这边是比较明确的 或者怎么样 因为这边显然有一个不同嘛 对 安生美跟车厂都是一样 电动车现在成长比较缓慢 没有预期来那么高 就一发半导体说我好棒棒 那这个也有可能是 这个他们中间的竞争力啦 他们有些design win的 这种问题有出现啦 那如果你有看台湾的公司的话 可能可以略知一二啦 可以从台湾这边得到 这些产品讯息啦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看起来就是他们的不一致 来自于这种 电动车市场的销量不佳 就是会影响这些上游的公司嘛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那个租车公司讲的啦 租车公司是买家嘛 他的干狗就是特别的有趣 他在那边讲说什么 跟你讲 我觉得这个EV的车子好贵喔 两倍贵呢 谁要买 对不对 就是叫你降价的意思嘛 不是因为他是租车公司 所以对他来说 性价比就低了嘛 对所以他的论点是这样啦 但我觉得这样 他的论点就是跟 大众论点就差不多 对没错没错 就是贵 所以你会有遇到 就是电动车如果价格降下修准 其实上游这些 他们有一些过去已经砍过价了 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些不一致啦 那这边还是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喔 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说 电动车卖不好 第一个他是说 我跟预期比起来买不好 对 再来是我的需求跟供给比起来 供给成长的比需求来得多 是 但不代表电动车没有成长喔 我们今年第三季 美国电动车的销量 它是31.3万辆 这比去年同期成长了50% 那电动车的市占率也到了7.9% 这也是历史最高的水准 所以我们在讲电动车 它有没有成长 它有成长 只是跟不关于投资人的预期 或者是跟我们制造厂商的预期 有点不太一样 对啊 就是你想象的太美好了啦 就没那么好嘛 对对对 但你短期的这个波动 或是逆风是常见的 没错没错没错 就我们现在讲的都是 现在这个短期的状况 可是长期来看 应该都还是一样啦 毕竟如果我们想要走 向更环保的这个路线 对啊 所以载道还是很长啦 对对对 现在看起来就是 短期的一些调整 没错没错没错 好 那再来就是 同样美股财报之后 非常重要的两间公司 亚马逊跟Intel 今年Intel终于复活啦 对Intel 我觉得他们今年Q3的业绩 算是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啊 收入还是同比下降了7.69% 可是猜测就高于华尔街的预期 他的收入同比会增长7.53% 这也是现在这个执行账 上任以来最强的业绩这样子 那公司认为啊 这一季主要 他的这个衰退幅度 没有原本预期来得那么大 甚至下一季又可以回来的 主要原因 他就是说AI 他说我的制程 跟我的产品路线图 然后跟这个新晶圆厂客户的协议 还有我在AI驱动上面 就是有一个全面的进展 再来我觉得 应该也算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 就蛮常提到的啦 就PC的这个复苏 超乎预期 太棒了 大家终于要买电脑了 对 那想法是这样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在我记得第二季吧 第二季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看到PC 整个需求很疲弱的时候 已经在说 哇 我们已经从疫情 那个时候大家买PC 远距工作 推动PC的那个 高幅成长 再也不会看到了 第一个当然是 现在也没有那么高的成长率啦 可是就还是会觉得说 哇 他可能就是都不会有什么成长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 第三季的成长 其实还是高预期的 对 那简单说 他展望就是很好啦 就是PC的展望是好 那我真的觉得就是 他库存 可能去的差不多了 可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不只是第三季好 他这种的第四季 也会持续好 就是这个需求其实 他蛮长 他不是单季的回补护存 或怎么样 他第四季应该会出新产品吧 他这个新产品应该就是 驱动了业绩的来源 那你NBPC这个换机 其实就是固定在换嘛 因为有商用的嘛 你是生产力工具嘛 这就到了就会换啦 所以这些的换机的需求还是有 然后再来是说 我真的觉得 对 真的跟AI有点关系 跟AI PC有点关系啦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有一个 假设啦 除了销量之外啦 那可能是未来一个 你说想象空间也好 或者说不确定的因子也好 那可能这个AI PC 看起来就是 Intel应该不太会学习吧 他比这个市场蛮高的 对 那只是说他会成长多少 不知道 但看起来是 他有推出这样的产品啦 我这样说好了 对 所以在过去可能有提过吧 你在这个Copilot的发售 那其实Windel 一直都是过去他们的战略嘛 嗯 对啊 你说如果Windows在这边 或是Office 365有些斩获 Copilot这边有些斩获 那我想 Windel架构 应该还是会有新的东西 可以带动它的成长吧 这样说好了 对 我们在上一几年 就要聊到 采用ARM处理器的Windows PC 是 Intel是直接 觉得不足为虑啦 就是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啦 对啊 他一定会这样讲的啦 那个太少了 我都在买了你的啦 随便你啦 对对对 改个处理啦 又不是第一次来 他自己还是觉得不足为虑 然后他们也还是展示了下一代的产品 然后也宣布了他们的这个AI计划 包含各种AI增强式PC 他们就直接讲 AI Enhanced PC 那这边 主要还是在我们这辆集提过 AI其实蛮注重这个生态系 然后他们在这边看起来 还蛮乐观的 这个也是他们接下来 觉得可以推动第四级业绩的主要原因 是 所以我想大家会蛮兴奋的啦 对 因为不只是 没有这么快 我觉得没这么快 但就是它是一个 喜欢巡视吧 你可以这样想 因为它现在是12月14号 就会推出新一代的这些产品吧 对它是新一代的产品啦 但你说有没有这么多AI的功能 对这个 我们不能说功能啦 应该说它最佳的设计 对啊 因为 其实我会有点难想象啦 就是 从今年这样大爆红以后 然后Intel它就可以出一个晶片 然后这东西有多少的AI 在我们使用者的 使用电脑的这个体验里面 我其实真的有点难想象 因为它牵扯到东西很多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跟那个音乐达来集 就那个陈薇超副手 他不是分享他一个soft IP 对对对 虽然说还没有量产啦 但他那个soft IP 就是MCU里面加速AI运算的嘛 对 所以他也有可能就增加了一些 新的设计 直接是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对比啦 独立显卡啦 插在你的NB里面 那种感觉啦 对 可是我们如果讲这件事情啊 其实对于笔电来说 笔电其实效能非常非常强 对不对 是 那你今天你在套用一些AI 然后对使用者来说 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你今天说 他可能就是我的能耗比较低 这样子而已 或者是我需要的运算比较少 没有啊 但我觉得在Copilot发售了以后 那就会有差了 商用笔电啦 嗯 对啊 因为会用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嘛 我们这些人就是拿去做简报啊 嗯 PySale啊 就是你说产出PowerPoint这件事情 嗯 一定会很需要Local的 你有Local的算力会快一点啦 真的吗 应该会快一点我觉得 诶可是那365都是云端的不是吗 没有啊 你可以吃一些Local的算力啊 可以吗 可以这样子吗 我妈今天才发售 我也没用过 哈哈哈哈 可以这样说吗 我要来用用看 我觉得应该可以 他美好的想象是可以啦 你说我今天如果用AI PC 我去使用微软的Copilot 速度会变快 对啊 他吃一点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先偷吃你的算力啊 可以这样子吗 理论上应该可以吧 就如果他美好的想象是可以的 你要相信 这个我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人 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是难想象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 他应该都是在云端处理完啊 就我的感觉应该是啊 那你Inference在这边啊 应该都在云端处理完吧 我觉得过去可能是 那如果Local这边有算力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什么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Local算力到底在哪 Whisper不是可以 Whisper可以在你的本机 可是因为Whisper的模型 你可以给他一些东西啊 就是Inference的时候 我不是说那个training或是什么 对啊 就是譬如说你在Inference 他会吃你一些运送资源嘛 Whisper就是你说的 就是语音转文字的这个模型 对对对 老本来的语音转文字模型 那因为这个模型本身没有很大 所以你其实可以直接下载到你的电脑 用你的电脑跑 让你完全不需要上云 对啊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这样做 就是Inference 本来就可以在地端做嘛 就要看那个模型多大 对对对 就看那个模型多大 那我不确定 这个我不确定 但我会觉得大家会很看好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 对就是GoPilot 然后商用PC 这两个都完全合理的结合 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找一个 就真的告诉我什么 叫做AIPC 好我们有一个朋友 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我们讲 我们就真的来聊一下 到底什么叫AIPC 就是今天我在Intel的处理器上面 我放上一些 就是什么AIPC的晶片 这到底跟不是AIPC的晶片 到底差在哪里 然后在使用者体验上面 到底主要差别在哪里 我目前能够想到的 真的就是能耗比较低 那能耗比较低 当然就同样的电池 我的续航就变得多 对 这可能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想法 那有没有什么 是完全不同的使用体验 这件事情我真的蛮好奇 笔电上可能蛮多 大家在提的就是这种生产力 它就是直接借用你 Local的算力 那这是高通很喜欢讲的嘛 就是反正你Edge也可以算嘛 然后云端也可以算嘛 那很多数的东西在云端算完 或是那你Edge有算力的话 你Edge算力很强大 那你当然可以拿来用嘛 所以你算的速度会变快 那只是说会快多少 这个我不确定 对 所以这个要实测以后才知道 所以我们没有实测过 所以我也不敢说 这东西可以多快 或者多强 但我觉得AI这东西 如果放在Edge 这其实不止PC啦 放在PC可能就多数是生产力 这其实是相对make sense的 只是说它是怎么分配 它那个资源我们不知道 那比如说放在手机那些人 也一定会有更多应用啊 比如说拍照啊 声音啊 甚至放在什么ARV啊 它是一些影像处理啊 对啊 那其实都很需要AI的这些 很快的去计算啦 就觉得现在也是AI 只是它现在那个 自然语言处理的unit 现在可能maybe10%的 那个晶片的范围嘛 那可能未来可能变20%啊 我也不知道多少 对那这样的需求有没有 有 只是说会多大 对大家在看 对那只是说这些东西 加进去对每一个PC来说是新的 对新的东西嘛 就是加价 加点价钱 然后规格有些提升 规格或者说规格提升比较多 就会促进了一些新的需求吧 对啊 所以我自己认为啦 就是如果是在这个考量之下啦 你说商用的这个PC上来一些 或者说商用的PC回复成长 我觉得这是合理啦 好 那另外一间公司就是亚马逊 我们之前其实有聊到说 哎亚马逊在AI这边看起来 就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动作稍微慢一点点 可是这个应该是 我们第一季的时候在聊啦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有聊到一些差别嘛 就是 OpenAI他们是直接提供API 那你API以后 其实你可以在任何次服器使用 对或者是 拿在自己的机房去打API也可以 可是亚马逊不是吗 亚马逊他会很希望 就是你要使用他们的云端Server 所以可能你的东西啊 都是放在那边 然后去使用他们的完整生态系统 那这件事情跟 我如果想要快速的去打造一个产品 那打打API 就能够去做一个 AI产品 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 亚马逊不知道为什么动作比较慢 但其实我们在第三季也可以看到 亚马逊的开始一些动作 不然说他们有新投资 他们投资了那个嘛 Enthorpeak 这个就是 如果大家有在开发一些 就语言模型相关的产品 最多人使用的 当然还是OpenAI的GPD 3.5 GPD 4 那再来其实另外一个很大的剑对手 就是Cloud 那Cloud其实就是这个Enthorpeak 他们的产品 那亚马逊和Google 都有去投资这家Enthorpeak 而且他们是直接使用AWS 作为他们的一个云端供应商 然后使用的就是 亚马逊他们的自制晶片 再来 亚马逊他们也推出了这个Bedrock 这个算是他们的服务吧 然后 其实前阵子我们才跟亚马逊的 就是新加坡那边的人开会 对对 因为我们自己 机房是下在AWS上面 对我知道 对 所以 他们新加坡那边的业务 就有跟我们约一个会议 就跟我们讨论说 我们现在使用 这种LM的 AI到底是用在哪边 他们可以帮忙什么 他们可能会再请 他们专业的基础团队 来跟我们讨论这些东西 然后其实他们就花了很多时间 在介绍这个 Bedrock这项服务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算是他们 对OpenAI的一个回应 他们连包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就是各种生产式AI 可能会用到的产品 他们就给你介绍 我们有不同的模型 不管是语音转文字 或者是单纯的LLM 然后你可以去使用它们 然后 当然很强调的可能就是 在各种的隐私 对你的资料可能不会外泄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其实从 上次开完会出来 大概就有感觉到说 亚马逊他们也 就是他们开始想办法来 感受到了 要堵商品 对 他被人家堵 在这次的法书会里面 他们当然还是会讲说 对AI对他们带来了 多少商机 然后他们在这块的业务成长 非常的快速 但我自己是觉得 某种程度算是比较晚 就是以声量来说 大家都先是OpenAI 像我们已经用完了 所以他在叫我们过去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换 那他们可能就要提供足够的牛肉 来让我们有兴趣去转换 要么就帮助你开发 要么就跟你讲说 好啦 你可能 他那边每个Token都要钱啦 你可能10个Token再跟你收吧 对对对 对这样的概念 就可能要比较便宜啦 我目前是觉得 还没有感受到明确的说 哇 这个东西会让我很想转过去 这个黏着度应该很高对不对 当然 因为如果今天你是OpenAI的这个 比方说我用GPT 3.5 然后我突然觉得哇我想要改用 刚刚我们讲Enthropea的Cloud 其实这个东西蛮容易的 我就是换一个API 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 单纯在使用这样的API的东西 跟我要把我的城市啊什么的 我要搬到Yamash那边 然后去使用换的这个Berock 就是那边会比较麻烦你 虽然说我没有用过 但我觉得应该很难 因为那些Promp那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嘛 Oh Promp也是对 因为你每一个语言模型 它所适用的Promp就都不一样 你现在要讲一些正常话 你现在要讲干话嘛 对不对 过去都是跟人家讲干话 讲习惯 换过去你还要重新调教啊 对 那都是时间啊 这个就是转换成本 我不确定会不会很高 因为老实说 我们自己弄的那几个模型 我们还没有换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我自己觉得会有 但你一定就是要 花时间去重新去试各种 各种的Promp 这是一定要的 对啊 所以这个就会有成本啦 对 所以是会有转换成本的 所以你后发的会比较辛苦 没错 所以真的可以感觉到 亚马逊他们在这边 就是会比较 赶快让业务来跟我们接洽 对 这边其实是有感觉到的 是 因为我们就光看那些什么 行销啊 年会 或者什么创投啊 的那种 就是这种pitch吧 那 其实看到很多人 就已经先说 我现在跟你讲 我这个产品就是换了 OpenAI 对 所以这样的麻烦是什么 人家就把钱 已经丢下去了 我已经丢下去 开发六个月甚至三个月好了 你现在跟我说 我跟你讲 我这边有个全新服务 所以我们是要废弃这三个月吗 所以你要拿出很强大的证明 说我们就是好棒棒 换来我这里 你就会更棒 对啊 那我会觉得 这是它目前的劣势 那它的优势可能是 真的会是便宜 我自己觉得 因为它过去 就有一些专案是比较便宜的 看你跟什么相比 如果跟GPT4比 当然他们就便宜 因为GPT4就是 目前还是最贵的 我们以一般大家都 比较容易拿到的来讲 OpenAI GPT4就是最贵的 那再来就是 亚马逊的Berock 我印象中 他们很像就是 使用Entropic的Cloud 那它会比GPT4便宜嘛 可是以少年来说 GPT4都还是最强的啦 目前如果大家在意 这种文字 我想要达到像 确认GPT这样子的等级 目前GPT4还是首选 那再来你再往下 不管你要使用GPT3.5 或者使用Cloud2 其实这边就是 各有拥护者 那你今天真的说 什么A.Lama什么的 其实商业化的人 我觉得除非你有非常严格的 资案或者资料的需求 不然其实大家 其实不太自己建模型 大家都还是打API 我觉得很合理啦 那个效能差太多啦 不是啊 你自己建模型 光成本你就死在地上了 还是自己建模型 但除非你是很Vertical 就是非常Vertical的场域 没错没错 就是你的这个东西 就没几个人要用啦 泛用性很低啊 泛用性很低 然后资料标签 你能不能自己贴 那我就觉得 这个很OK 你一定要自己用 那如果平常是 大家讲干话 干这种产品 你说你会有这么多资料 把一个大模型 灌到会开悟吗 我觉得有点难啦 对就是那个 你要它动物 就要很多资料 很多人是想要 建在Lama上 但其实建在Lama上 因为讲真的 Lama它的那个参数 也没办法跟GPT3.5 跟GPT4.0 就参数不够多啊 对 我说参数量不够多 不是说它不够多 这是一个比较集的意思 对那我会觉得就是 他们每一个 都有每一个适用的场景啦 那你说手机这种 它可能就相对Vertical 因为你会用的 假设我现在就调教 拍照就好 对啊 那就很直觉 那你就不用特别 train一个超大的模型 那你要train也可以 那只是说 你要怎么去做 真是最符合你的成本效益嘛 对 所以这是一个 个人的看法啦 最近不是还有那个吗 还有新闻 在讲说 因为最近那个Tim Cook也说 其实Apple在 AI这边 我们也要集体直追 对 就是Apple很像 Tim Cook啦 他是说 其实我们在AI 也算是先更多年啦 然后我们也都还不错 可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啦 就是说 虽然Tim Cook也这样讲 但其实里面的工程师 是非常焦虑的 对啊 就笑他吧 人家都花那么多钱了 你现在都要花那么多钱 你又追不上 所以你要花更多钱啦 对 但我相信他语音的辨识 那个一定相对强啦 拜托 那Siri可不可以 Siri已经多久 多久没有 让我感到明显的进步了 对啊 但至少他收集了 很久的资料啦 对啊 那你说 如果有一个 同样都差 同样的模型 他可能调教的会比你好 这应该蛮肯定的 但是要看他怎么选择 你知道我的 那个健身教练啊 他现在在跟TradeGPT 他都是使用语音的 他都讲话 然后去跟TradeGPT讲话 这样子 那也太懒了吧 那个词会怎么样 是不是 可是我在听他 在跟TradeGPT这样的对话 其实我真的就觉得说 哇 真的比Siri强好多啊 我自己觉得啦 我看到一些新创 你过去只要用打字的 他都帮你转成 用对话的 对啊 那反正就有点像 欢迎请一个助理啦 对啊 那看起来GPT 你穿他的模型 的确有机会 做得有点像助理这样子 对 对 那就是一个 比较fancy的助理这样子 对 但这样的界面 以前我觉得 很烂的界面啦 就我觉得TradeGPT 过去是一个 比较饥肋的东西 但现在看起来 好像可以感觉 他感觉 有点像是一个卖点 对 就是他会跟你讲 这个对话 看起来很人性喔 好像真的是一个人 在提醒我 我自己觉得说 你要使用这种 我们在讲 对话式的这种 UX体验 就对话式的这种体验 其实 我自己还是觉得 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体验 因为之前 其实我们都有聊过嘛 你在一些 你很明确 知道你要干嘛 比方说 我要设闹钟好了 我明天九点起床 你到底是想要 打开闹钟APP 然后原本你就有一个九点 你就是把它打开 还是你要拿手机说 请记得提醒 我明天九点起床 觉得还是前者 是比较快的 直觉啊 对 而这个东西是 我们在操作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觉得直接去 操作那些东西 还是比较快 但是 当我们今天 用讲话的时候 讲话本来就是一个 很没有效率的 勾当方法 是 对 那这种时候 你说 我们在对话的时候 我们不是用文字 在做对话 我们是用声音 在做对话 会不会大家就能够接受 因为本来讲话 就是一个 资讯密度很低的 勾当方法 对啊 对啊 我就是这样想 就是譬如说 你以前过去 会去查资料库 对 你会用电脑去查 对对 这绝对是效率的 对对对 问题是 好 你现在要设一个函式 你就是懒得打字 对 你现在设一个函式 假设你是一家商店好了 某个东西掉到100个以下 你要去进货 嗯 你自己要去查 嗯 你会忘记查 会 你不一定要开电脑查 因为开电脑查很麻烦 对 所以你有可能会用手机查 手机查就看不到 可是这个时候状况 这东西突然变有用了 你知道吗 他只要跟你讲 你库存不够了 我需要帮你进货嘛 但这个东西 其实你这种 过去的逻辑 在看就是 一个东西不够了 所以他发了一个警示 对 过去可能就是 推一条讯息给你 但现在他就跟你讲 说我现在有个助理 可以跟你讲这个东西 然后你会觉得 好像可以 是一个卖点 但是你仔细想 就觉得 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差别 它是中间有串一个东西 然后转换了这个东西 就是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 但你会觉得说 对 好像蛮有趣的 对 但我不确定 这会不会卖钱 但是就是说 这可能会是一种形式就对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们要讲新创的话 其实很多人在想 各种方法去把 我们目前的新技术 可以套用在各个不同的场域 文字转语音 语音转文字 或者是各种的语言模型的东西 像 我觉得最近不是也有一个 是Spotify吗 他们不是要把Podcast 帮你直接转成不同的语言 对 是Spotify 我记得是Spotify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一个应用 对不对 我们以后 你可以听到英文版本 那个是什么 各种不同奇怪语言的版本的 现在在那个机场 类似的东西 机场场域就有了 你马上讲话 马上即时翻译 就是翻成你看得懂的语言 甚至有那个 就直接你在展场上 不是有很多外国人来讲 他讲英文旁边是中文 马上 对 反正他的东西就是一个 他的device就是一个麦克风 对 所以现在真的有蛮多人在做这个 那你说这些东西 我就是觉得就很有用 对啊 那应该说就是 他有找到他的垂直的场域 对 所以你叫这些人去改模型 我想到 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应该他原本用的就是 我是语音转文 只能要翻译 对不对 跟Spotify那个 我记得 他是连你的声音的那个感觉 你都是一致的 语音转语音 我怕去语音他的 背后做法是什么 不过 像我们现在在讲中文 这是 财报狗是一个中文的Podcast节目 如果今天 Spotify把它变成了英文 或者把它变成了像法文 其实你听起来 你还是听得出来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声音 OK 就他不是电脑的语音 他还是我们两个人的声音 他算是有两三层的转换 当然你不知道 他转换是什么东西 对 这也是情形蛮蛮厉害的 对这很厉害 对 这都讲回来我们这些东西 就是他为什么会 就觉得你后发可能压力大 就决定在这 我的开发好了 在那边弄一些新的 就Spotify我本来就用你的模型 对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就是他们这边压力会大一点 好 所以 这边大概就是 亚马逊跟Intel 其实两个 你要说完全没 就有一点关联 对 就是当然 我觉得他们两边的 所着重的方向还是不太一样 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觉得今年贯穿 一整年 就是AI 其实我们今天谈的两个主题 就是两个非常非常长期的 赛道 电动车跟AI 对 我相信就算是过了两三年 大家还是会在提的东西 只是说我们可能会提的 原件 或是是说他在专注的点 可能都不一样 对 对啊 因为如果假设利率降下来 我们知道是不是电动车很重要吗 对 我觉得可能是车就会有人买 有可能 过去可能大家对这个车子的 过去的一些循环 就是利率掉下来 大家就去买车 不然现在 我那天有查一下车贷 美国车贷好像要8%油 8% 7%8%油 这个很猛 这个我可能还买不下手 对啊 那AutoRones又是 占大概10%的债务 那剩下当然是房子最多 然后再就是就 Rone那些的 有没有的 对啊 所以你说overover来算 如果是汽车 当然会受到影响 那你说AI这东西 就跟这个比较没有相关了 但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就是很可能三年之后再讲 就是只是在专注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它的整个主题 还是在这里就对了 对啊 现在看起来 年初我们觉得 AIO有可能是一个 这个长趋势哦 对啊 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来越 哇该好像这事啊 他就是 他就是啊 对啊 这时候越来越明确了 对没错 到底应用在哪里 这件事情越来越明确了 对啊 因为说啊 这个NFT啊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从来都不是站在 这个加密货币跟NFT这一派的 啊你就不喜欢JPG嘛 对 看看谁来能够说服我啊 我就有 至今有非常多的人想说服我 没有 我至今仍然坚定的 不觉得它没有任何的用处 好 这是一个地死的过程 哎 我很早很早就这样讲了 真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啊 就先到这边 喜欢听众 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 亲帮好友给我们五星号评 如果对任何的主题啊 想跟我们交流 都可以留言 或者是email 到我们资讯栏的业务和做信项 这样最后啊我们12月24号的论坛 应该非常有趣 然后找鸟票应该是到11月16 还是11月17吧 就大概剩两个礼拜左右 想要享受找鸟优惠 七八折的人赶快去报名 我们就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